连心脆,也就是锁骨,能炸能卤,做法多样 今天我们来做麻辣香锅连心脆 首先把锁骨洗净,冷水入锅 大火煮开,去掉浮沫 给小火煮20分钟后捞出 然后放油炒香葱蒜和一包麻辣香锅调料 放入煮好的锁骨,拌炒均匀,这样就完成了 吃的时候还可以挤上柠檬汁,您也尝尝吧 煮到翅膀了,就完成了 煮到翅膀,小火煮到翅膀 煮到翅膀,大炒之后 煮到翅膀管,放入煮的锅 煮到翅膀,一群干杯 煮到翅膀里,煮到翅膀 做啦,煮到翅膀 煮到翅膀了,煮到翅膀